好幾名凶神惡煞 從下車緊追著眼前的男子不放 即使跌倒了再站起來 繼續緊追不捨 現場氣氛一度相當火爆 警方到場大聲呵斥 通通不要動 接著上鋼控制行動 雙方才逐漸冷靜下來 原來41歲的朱姓男子 與28歲謝姓男子 相約出來商談 債務糾紛 殊不知這是對方 所設下的紅門眼 警方接獲報案 立刻出動快打部隊 控制場面 卻也意外在主線車內 搜出了實且車牌 另外也發現藏有毒品 哇 你說我慣了 你別請你在用的 警方壓制淘債糾藏毒 發生在23號凌晨1點多 高雄市古山區街頭 原本警方以為 只是單純的街頭衝突 在附帶搜索的過程中 有了意外的發現 日本分局快速打擊部隊 前往當場逮捕嫌犯市民 現場起訴求棒 失卻車牌 毒品等物 全案依妨礙秩序 毒品切到等罪移送 淘宅淘不成踢鐵板 死滅惡煞 那最終也得為自己的所作所為 向警方一一交代清楚 近新聞洪瑞李謝嘉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